街道边警察挖地三尺 他们在寻找什么 当天早上八点多钟开始挖掘 我们请了两台挖机 进行挖掘 一直挖刀晚上八点多马 十年前女子突然无骨失踪 男友也消失不见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一个沉淀十年的迷暗 有着怎样令人唏嘘的真相 神秘的男友又有着怎样 令人意想不到的身份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十年前的神秘男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人们经常说 人与人的相遇都是靠缘分 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 那是幸运的 最怕的是什么 如果在错误的时间 遇到一个错误的人 那很可能就是一场悲剧 甚至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事情是发生在江州省的长州市 这天当地闹市区的一条街道 边上出现了看似平常的一幕 有一台挖掘机正在作业 准备把看着好好的路面挖开 有人可能会说了 这有啥稀奇的 市政部门在施工嘛 里边的水管坏了 或者是路面需要重新整修 这是城市里常有的事 要这么想 您就想简单了 注意哈 我刚才用了个词 看似平常 实则非同寻常 因为这次负责施工的 并不是当地的市政部门 而是当地的警方 当天早上八点多钟开始挖掘 我们请了两台挖机进行挖掘 一直挖到晚上八点多钟吧 两台挖掘机从早挖到晚 同时周围还拉起了警戒线 不允许围观的群众靠近 现场的警察也是一脸严肃 挖掘机边挖 他们就边在下面寻找着什么 那气氛很是紧张 这是在干什么呀 看这个挖地三尺的架势 好像是在找什么重要的东西 对此警方表示 没错 他们之所以这么大动干戈 的确是在寻找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呀 说出来大家一定很意外 他们来找一口井 准确的说是十年前的一口费井 为此他们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整整挖了一天 刚开始连井的影子都没看到 所以警察都心里都特别焦急 年数比较长了 那个井当中也填了一些建筑垃圾 刚开始挖到一半的时候 不出水以为是到底了 当时心里面自己也咯噔一下 不过就在大家感到焦虑的时候 让人惊喜的情况出现了 把建筑垃圾层挖掉的时候 大家心里又松了一口气 还在 井还在 还有希望 看到这儿大家估计就好奇了 一口埋在地底下的废井而已 怎么会让警察如此紧张 这井里头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警方很快就说了 这事的确关系重大 得从十年多前一个蹊跷的案件说起 那是2008年的一天 一名姓王的男子 突然急冲冲的跑到长州公安局报案 说他妹妹失踪了 老王说当时听了邻居的话 他还不以为然的 觉得没啥 他妹妹王某都四十多岁了 又不是三岁小孩能跑哪去 说不定就是自个儿出去办事的 不过谨慎起见 他还是到妹妹家看了一下 结果人果然没在家 各种方式也联系不上 他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赶紧就报了警 接到报案 警方很重视 马上就到王某家进行了调查 然后也对他家里的情况进行了勘察 勘察之后也没有发现 明显的他的去向 警察也很纳闷 好好的一个人无缘无故的 怎么就会突然失踪了呢 还找不到一点踪迹 与此同时 他们发现和王某同时失踪的 还有个人 据说是他的男朋友 一个叫杨丽叶的男子 原来这王某当时已经离婚两年了 有个男朋友 据说本来也住他们家 应该是和王某平时最亲密的人 只要找到他 想通过他 然后再看看王某的去向 可谁知道转了一圈 轻巧的情况出现了 杨某也一起消失了 就联系不上了 杨丽叶也失踪了 这就更奇怪了 两个人一起消失 难道是出了什么事吗 而这个时候 从周围邻居的口中 警方又得知了个情况 据说就在王某失踪之前的某一天 王某和男友杨丽叶 曾经在家里头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两个人到底吵什么 吵这么厉害 这大家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吧 据说就在这顿争吵之后 大家就再也没看到过两个人的出现 这就让警方不得不心生疑虑了 难道说王某的失踪 跟他这男朋友杨丽叶有关 警方决定对他进行一下调查 没想到这越查嘛 疑点就越多了 首先是他的身份 据警方调查 这杨丽叶不是长寿本地人 在当地也没什么职业 除了女朋友王某 周围的人全都不认识他 另外呢 王某的哥哥 也就是报案人老王也反映 此人呢 平时就有点为人不端 居然拿假烟蒙自个儿 还骗老人的医保卡 老王说当时他就觉得 妹妹交的这是什么男朋友 明显人品有问题 为此呢 他还特意让妹妹 把对方的身份证拿给他看一下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拖了好几个月 对方就是不肯给 所以呢 对这个杨丽叶的身份 他也一直觉得是个谜 现在妹妹无故失踪 他也怀疑这事儿 肯定跟这人脱不了关系 是啊 听了老王的这个描述 警察也觉得很可疑 为什么不愿意给身份证看呢 难道他的身份有问题 接下来这一查不得了 警方发现 果然是大有问题 然后通过其这个小区居委会 人口信息登记情况 然后发现那个 他登记的这个姓名 以及身份证编号 都是假的 这个杨某到底想干嘛呀 如此处心极虑的 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肯定有目的呀 必须得查查他的真实身份 可是怎么查呀 还是根据那个身份证号码 前面呢 真的是一个地区代码 就在安徽林泉那边 那个地区代码 生日也都一样 就后面四位 他是就是自己乱写的 然后我们通过前面的那个 号码和那个 生日 我们到我们的公安系统里面 去查找 一番查找下来 警方还真就查出个 姓杨的男子了 拿给王某哥哥一辨认 果然就是那个杨立叶 可是信息显示 这个人的真实姓名 根本就不叫杨立叶 也就是说杨立叶 这个名字都是假的 查到这儿 警方越发感觉到情况不妙了 说是啊 又是假名字 又是假身份证号的 这个杨某到底想干嘛呀 如此处心极虑的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肯定有目的呀 警方按照后边查出来的身份 继续深入调查 结果发现了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情况 当时我们在我们公安系统里面发现 他06年不是偷了一个汽车来 我们进台卖掉的吗 合肥警方到时给他列为网上逃犯 经验追捕了 杨某居然是个赛逃犯 这情况一出来 大家是大吃一惊 难怪他不敢以真实身份试人 感情是犯了事的 可是这还没完 让人吃惊的还在后头呢 调查当中警方发现 这杨某虽然是个盗窃逃犯 但是曾经的他呀 身份可不一般 老家是安徽的安徽林泉县的人 他在当地是一个税务分局的分局长 一个税务分局的局长 居然成了盗窃犯 还被网上通缉了 这反差的确有点大呀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这其中的内情我们后面再说 反正当时发现这个人的逃犯身份之后 大家就更担心了 王某是跟他在一块的时候失踪的 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 必须得尽快找出杨某的下落才行 可这就是最大的难题了 虽然查出了杨某的真实身份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这人非常狡猾 反侦察意识相当高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头 长州警方想了各种办法 却始终没有发现他的东西 群找杨某的这几年 杨某他没有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 来留下任何诡计 从2008年案发 王某和杨某就这么双双神秘失踪了 再也没有了任何音讯 警察嘛也是倍感欺巧 这俩人到底去哪了呀 时间越往后推移 他们就越发有了一种不好的猜测 难道说王某已经遭遇了某种不测 你想啊 王某是个成年人 如果还活着这么长的时间 不可能不跟家里人联系 可如果是那样的话 这就太严重了 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杨某 有人可能会说了 那赶紧上网通缉他呀 可这正是长州警方苦恼的地方 确定了杨某的身份 但是我们却不能立那个网上追逃 因为我们不能确定王某的失踪 就跟杨某有关 王某的家人就更是痛苦了 王某突然消失不见 这些年来是生是死 全都不知道 这换谁都难以接受 大家都很不甘心 这样子就破不了了 未必 虽然就王某失踪这件事 长州警方没法对嫌疑很大的杨某 进行网上追逃 但是别忘了杨某道谢车辆那个事 安徽警方的这个追逃信息 还一直在网上挂着呢 就这样无心插柳 柳成了阴 2018年 案发的第十个年头 长州警方终于得到了一个 让他们颇感意外的消息 这个杨某出现了 18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通过平台树里发现 安徽合肥警方那个网逃 载逃人员撤销了 当时就明确 这个杨某应该已经被抓获了 杨某被安徽警方抓住了 看到这个消息 长州警方很激动 事比一时 他们连夜组织警力赶赴 安徽的合肥 对杨某进行的突击审查 眼前的这名男子就是杨某 不过见着他嘛 警方很慎重 之前也说过 王某和杨某激烈争吵过后就失踪了 他们怀疑王某很可能已经遇害了 而最大的嫌疑人是杨某 但是这人很狡猾 如果你直接问他 他可能不会承认 警方手里头也没什么证据 这就很不好办了 而警方这边唯一的优势就是 杨某还不知道 警方这边的底牌 到底掌握了多少线索 所以对付不寻常的人 就必须得用不寻常的办法 警方决定先下手为强 敲山震虎 如果王某失踪跟他没有关系 也就罢了 如果有 他一定会慌了手脚 就是直接抛了一个大的包袱给他 直接就说 尸体我们已经找到了 东西我们就发现了 有你的东西 你来解释 当时听到警方这番话 杨某顿时就慌了手脚 随后 我真就露出了麻烦 他 虽然很不愿意相信 但失踪的王某 看来真的早已遇害了 而这件事肯定和杨某脱不了干系 虽然杨某还想抵赖 但是破绽百出的话 警方哪能会放得过他 一番攻势下来 他的心理防线处于崩溃状态 他承认 王某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被他加害了 杨某交代 害了王某之后 王某的遗体被他掩埋在了市郊的一口井里 十年过去了 这个曾经荒凉的地方 早就成为了长州市繁华热闹的新城区 所以这才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警方在城市里挖地三尺 就是为了找一口老井的这个井井 最后通过不懈努力 他们终于在井底里找到了王某的遗体 证据确凿 终于可以为死去的他召回公道 隐藏十年的疑惑终于解开了 让人唏嘘 也让人疑惑 杨某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和王某是男女朋友 据说当年交往也有一年多了 感情嘛 据说看上去还不错 他怎么会下这样的狠手 另外对于杨某这个人 大家可能也好奇 表面上看 这是个劣迹斑斑的人 又是盗窃 又是害人性命 可是我们之前说过 他曾经的身份那可不普通 是一个税务分局的局长 据说当年也是意表人才的 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他究竟是怎么个人 他的人生又有着怎样的经历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节目目前正在手机将写坛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节目了 刚才说到时隔十年 杨某被抓获了 而当年王某失踪的真相 也终于被揭开了 他的确已经被杨某加害了 可是杨某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身份 曾经是个税务分局的局长 怎么会沦落成盗窃犯 甚至是杀人犯了呢 说起来杨某自个儿也是很感叹 一步私居成千古黑 一步错步步就错了 那杨某一步步的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说起来是相当的荒唐 先说盗窃这事 据杨某说 起初他的确是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在税务局上班 还大小是个领导 可是2006年呢 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 在这个单日公职期间呢 帮助当地的河南的一个商人 然后从银行贷款 因为这个商人呢 就是这个银行贷款无法偿还 这笔债务呢 就转到了杨某的头上 杨某说当时他很生气 还了这笔债之后呢 经济上就欠下了一个大裤子 更严重的是 他还因此把工作给丢了 心有不甘的他呢 就决定去找那个人 把钱要回来 听说他在上海 浦东那个菜市场搞批发嘛 批发菜 我就到那里去找他嘛 可是找人就找人吧 这杨某偏偏中途犯了糊涂 据说呢 当时他到了安徽合肥 本来是租了辆车 让人带着去上海 结果途中 他发现自己没钱了 他居然瞒着车主 偷了钥匙 直接把人家车给卖了 都得压他了四天 就是这样的 拿他两万五千块钱 就是这样的 最后杨某的这个债 有没有讨回来 我们不知道 反正人家车主发现之后 马上就选择报警 杨某呢 因为盗窃罪 被公安部门网上追逃了 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害怕呀 不敢再抛他露面了 在江苏长州 隐姓埋名 生活下来了 这逃犯的日子不好过 可想而知 这个时候的杨某 也是非常落魄的 不过也就是在 这个时候 他在麻将馆里头 认识了个女人 这女人出手相当阔处 没错 他就是王某 因为他离婚的时候 他得到了几十万块钱的存款 而且得到了一套房子 他没有什么经济 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王某的豪气 吸引了杨某的注意 他开始主动接近王某 而王某呢 很快也被他吸引了 怎么呢 大家别看杨某 现在是这副模样 据说当年呢 无论长相还是口才 都是非常可以的 他人是漂亮的 也不要人才的 这个年龄一个会说 这个人长得呢 就在牙齐就漂亮 除了外表和语言的迷惑 当时杨某还谎称 自个儿呢 是安徽到这边 做化工生意的老板 这更是博取了王某的信任 两个人很快就在一起了 其实那化工厂就在惊叹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是吧 都没有 就信他这个话 所以说呀 这恋爱中的女人 很多时候 那智商可能会瞬间为零 当时这王某嘛 已经完全陷进去了 他没有意识到 恶运已经在向他靠近 交往了一段时间 杨某身上的钱用光了 这就开始打赏王某的主意了 盯上了他的房子 我说你再次把这个房子来 王某一听嘛 顿时就心花怒放 说是啊 这还没结婚呢 就愿意买别书给他 诚意满满的 丝毫没怀疑的 这就答应了 真就张罗卖房了 并且以二十万的价格 迅速卖了出去 买家嘛 先付了十万块 直接就打到了杨某那家上 作为买房子资金 可见得杨某多信任 但是他不知道 这钱进了杨某的口袋 就是肉包子打着狗了 有序无回 拿了这个钱 他立马就要花了 他就给这个王某 买了几件首饰 表示自己对他的真心 然后还几万呢 自己赌博的再还花 七七八八的 半年之内大概也就花光了 差不多就 钱花光了 别墅呢 却迟迟没动静 王某当然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 就开始追问杨某 刚开始嘛 杨某还骗着 说别人介绍了 可是很快 这纸就包不住火了 因为我就在跟他讲 我说钱就花掉了 再说钱我没用了 可是这话一出口 对王某来讲 那真就是情天霹雳 你想想看 他一个离婚女子 就算有几十万存款 这房子对他来说 那也是很重要的 杨某居然这样骗 当时这俩人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甚至死打 也就是这之前邻居所说的 那个听到的争吵声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杨某说悲剧发生了 王某被他打昏在地 不过据说刚开始 王某只是昏迷 但是杨某都慌了 联想到之前倒车的事情 如果王某醒来 肯定也会像那个车主一样 去报警 那他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 于是他就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 把王某给害了 之后他就一跑了之 或许他以为可以就此逃脱 但是只能说法网回回 说而不漏 最终还是被警方找出来了 而随着杨某罪行的揭露 他的虚伪面目也彻底被揭开了 他就是个情感骗子 据警方后来了解 原来和王某交往的同时 他还和另外三名女子同时交往 而他自个儿本身还有婚姻 还有三个孩子 但是他从来不管不问 不联系不联系 那时候我咱们还能跟小费说 他都没有不管不问 都没有问过 案发以后他小儿子说 他说我的一个爸爸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就不管不顾 什么都不管我们了 就再也不回家了 我们那时候都很小 都还在上学 他说我跟哥哥妹妹都在上学 他就不管我们了 这是一个对家庭极端不负责任的人 所以杨某完全是自作孽 他完全可以有个正常的人生 可是他却自甘堕落 自我放纵 当然了他终究还是要为自己荒唐的人生付出代价 只是可怜了王某 被骗了钱和感情部署还丧了命 而值得注意的是 大家后来发现杨某选择欺骗的对象都很有特点 都是和王某一样 40多岁单身或者离异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女性 那么这些女性他们在找对象的时候比较难找 有次是出头了 那么他跟这些女性年龄都相等 都是一个年龄层次 而且自己又能说会道 所以他编造的谎言又能比较能套住这些女性 所以杨某很狡猾 牢牢抓住了这类女性的心理特点 那如何才能避开这样的魔爪呢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多了解 多了解对方的底气 对一件事情越了解 离真相就会越近 同样对一个人了解越多 你就越不会被蒙蔽 就像节目里说的 不要对方说什么就信什么 他的工作家人多去了解一下 其实并不是那么难的事 所以在这儿要提醒一些女性朋友 很多时候理智比感情更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就请到各医务市长去下载手机 将下来扣端 好 各位观众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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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년 مس�를理解 ride vol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